她的那個正宫老闆娘 突然來現場 突然要上台講話 我叫了整場的老闆娘 結果我當下的我才發現說 蛤 這個不是老闆娘 轉過來對著我講說 啊 主持人 你好 然後指著她老公說 我有一年去台中做尾牙活動 然後就耳聞說 大哥你接到這一場喔 你超爽的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結束之後 那個老闆娘給的紅包都超大包 那一天是什麼情況 那一天是 老闆跟老闆娘就很恩愛 就勾著手 坐一起 然後我自然就會覺得 這是老闆娘對不對 想不到那一天是 原本的老闆娘沒去 就說我肩尾牙不到 小老闆娘 所以老闆就帶來小老闆娘 這個小老闆娘 是全公司都知道 但是老闆娘好像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不知道 然後就倒了 然後就整場說 老闆娘好漂亮 漂亮 老闆娘幫我加碼 怎麼樣 最後要結束的時候 那個老闆要先唱來自詞 本年度的績效怎麼樣怎麼樣 那當然不能只有我說話 我們要讓給我們的朋友說話 公關就在我旁邊跑上來說 老闆娘要致詞了 等一下介紹老闆娘 我說好 老闆娘的嗎 他說不是不是 在這邊 她的那個正公老闆娘突然來現場 突然要上台講話 我叫了整場的老闆娘 結果我當下的我才發現說 蛤 這個不是老闆娘 我只要叫 然後後來老闆娘在後面說 好 你就 你就先上去 公關說你就先上去 先喊說換老闆娘自止 我說好 我也說上去講說 就換回來了 不是不是 然後此時台上那些小三跟老闆 老闆娘都不知道老闆娘來了 真的老闆娘來了 真的老闆娘就站在側臺這樣 然後我就上來說 好 謝謝老闆的支持 然後接下來 今天最偉大的男人 我後面一定有一個 自稱她的女人 才跟我男人必要多一個女人 我前面講了這麼多 那個小三的好話 最後我講這句話 接下來要邀請到 我們本公司最偉大的女人 老闆娘 然後我就旁邊 移到那個新來的 那位女士出來 哇 她一走出來 本來很歡樂的現場突然 就很安靜 然後她就說 今天大家都開心嗎 沒有人理她 講完的時候 最大的射死是怎麼樣 因為老闆娘說 其實我半個小時前就到了 然後在旁邊 不好意思打擾大家的那個氣氛 講完最後一句 她轉過來對著我講說 主持人 你好 然後指著她老公說 她在我面前說 我才是她老婆 趕緊自我介紹 我說 我說 難怪你好漂亮喔 這個好難 可是這個怎麼辦 超級乾的 可是她怎麼會知道 這個公關應該要跟你 就是 公關也不知道 這個沒有怎麼辦 這個人家抱著 這一場就是跟他們合作的 最後一場 沒有錯 以後不要再往來的 對 也不知道這一場